我认为中金公司的上市估值还是比较合理的 也就是说如果中签你的收益率应该不错 因为市值比较大 你的中签率比较高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多打一打试一试手气 辨别传递理财真知 大家好 我是物作韭菜三十 今天是2020年10月20日星期二 这是物作韭菜视频节目的第105期 今天是中金公司辛苦申购的日子 刚巧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对于中金打新的评价 很多朋友觉得说 这么大体量的公司又是三十多倍的市盈率 那这样的估值太高了 又是过来割韭菜 那么中金公司这个上市三十三倍的市盈率高不高呢 我觉得它是比较合理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所有A股上市券商 加上中金公司一共是四十五家 中金公司的市盈率基本上排在中间的位置是在二十多倍 如果我们从市盈率和市净率来看 中金公司在所有券商里面排在了中等的水平 这个估值不高也不低 但是呢如果你去看它的收入增长和净利润增长 收入增长排名十一位 净利润增长排名第七位 在大型的证券公司当中 比如说我们看华泰证券 它的收入增长和它的净利润增长只有排到二十八名 中金证券呢 收入增长只有三十七名 净利润只有二十七名 中金店头 这个是今年股价增长比较快的公司 上市不久的 时间不算太长的公司 它的股价涨得非常快 但是呢它其实的收入增长排在了二十五名 净利润增长第十一名 所以呢这些公司比中金公司的实际的财务表现更差一些 他们都是大公司 但是呢他们的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比中金公司还是差一些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投行业务 投行业务是什么呢 就是为上市公司进行服务的这些业务 未来看好券商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就是未来中国股市比较繁荣 个人投资者我们这些资金会进去 所以股价会炒高这是券商的一大块收入 另外一块收入呢就是因为资本市场比较活跃 国家希望更多的企业到市场上进行有效的融资 所以呢代理这些上市公司的投行业务 它会发展的非常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投行业务当中 中金公司的投行业务占比是第一名 如果未来上市公司越来越多注册制 从科创版到创业版 再到未来的A股所有的公司 我们上市的公司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么为这些公司提供产子来挖金子 也就是说帮助他们上市的这些服务 它的收益会很好 中金公司它的占比高 那么它的包袱小 在这块它也会有比较好的收益 我们看一下最右边一列 这个是三十不太喜欢的 就是证券公司的债券的资产过多 我希望呢这个证券公司越少债券资产越好 所以从这个指标看 中金公司表现也还可以啊 不好不坏 所以呢我认为中金公司的上市估值还是比较合理的 也就是说如果中签呢 你的收益率应该不错 因为市值比较大 你的中签率比较高 所以呢大家可以尽量的多打一打 试一试手气 好最后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比较火的话题量子计算 我做了一期关于量子计算的科普性的文章 比较容易懂 大家感兴趣可以读一读 辨别传递理财真知 一周两次 今天内容就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